歡迎大家來到冬晚輝密第193集 權宜 權宜,好像很有力 當然啦,說這些紅豆豆的東西 先介紹一下自己,我是梅野郎 我是冰芝 我是師弟 我是曾蔭權宜 你收檔吧 我不該 收聽他的方法 有 擾亂了節奏 第一個就是關電腦 關了都聽到,撞鬼 關了都可以,不一定要關電腦 一個就是大家正在用的方法 直接去我們網站收聽 另一個方法就是去download 另外,如果想參與一起討論 跟主持討論的話 就可以在MSN那裡 只可以跟主持討論 怎樣啊,整晚都疼著 你說完 別人不說啊,給你說啊,快說吧 可能當然要加我們的MSN 但MSN我不記得了 MSN就是這個 acrubish.radio at gmail.com 如果想跟我們一起吹水 就是M群 group275180 at msn song.cn 當然啦,還有一件事 就是在留言板跟我們聊天 我這次很厲害啊 在這個節目開始之前 就已經有網友 就跟我們不停地在這裡 聊這個權宜的故事 聊聊些武林日事 沒錯 權宜這個作品 我已經很久了 八九年的時候 八八年開始 劇本是由松田農智負責 作畫是藤原方秀 說起來 這個藤原農智 就 純粹因為自己喜歡 武術這個題材 而去量了這個故事出來 而 倫武功 逐世中 不知被見過 舊的,你唱得太多歌了 而主角權宜的故事 某程度就是他自己 學武 或者一些江湖傳聞 聽到回來 就把它收集了 就作了權宜這個故事 而 這位作者 他跟拍檔的作畫家 藤原方秀 其實就跟之前我們其中一集 講《命運之子》巴沙拉 那位作者一樣 都有參與過一隻 叫Live a Life 超任的RPG Game 創作 當時就請了七位 非常之 有名望的新秀 漫畫界的 參與創作故事 而 從田龍志和藤原方秀 都是被邀請之列的 那 我們 講回這個故事先 那權宜其實就是 開宗明義 一套 真實系的 武打漫畫 在裡面的人 不會有什麼 異能啊 那些什麼 氣啊 很誇張那些 龍珠那些 會放波啊 表達的 其實我覺得他也有點誇張 但他適量去 有一點誇張 在漫畫上 誇大武術的威力 哪方面呢 好像有浸 浸 浸 浸透 這個我們可以慢慢 看看大家接受的程度 他有點神化了 這個故事一開始的時候 挺有趣的 講一位小學生 在他爺爺身上 學了一套拳 就是八極拳 他的爺爺當年 就是被徵召入日軍 參與侵華戰爭的時候 爺爺叫江俠太郎 不幸受傷 流落在中國一條村內 被當地的村民救了 在療傷期間 他跟當地的中國鄉民 學了這套拳法 不知為何中國人是大方得那麼厲害 他流落在河北的倉州 被認為是中國武術之鄉 在過程中 跟當地人成為朋友 又學了拳法 之後他好回國 但是大家保持著濃厚的友誼 而他歸國回到日本之後 這套拳法教了給孫子 因為他兒子沒有興趣學 就是典型的日本上班族 咦? 這麼像刀中不義? 他起碼不是要強勁逼兒子 不會因為不學 你不成為天下無敵 我要殺了你 他本身是對武術 持有一個比較自由的態度 今晚很灰 沒有人理會我們 他們走去講些盟話 對呀 對呀 完全講了其他事情 可能因為我曾蔭權宜上來 大家杯葛 杯葛 而這位小朋友 跟他爺爺學了拳法之後 基本上大部分人 都會有以下的情形發生 就是忍不住 找機會 去試一下 那權宜 其實自己就不是說 非常好用鬥狠 一般小朋友 很天真 很活潑 有少少過度活躍 那本來他爺爺 就告解過他 不可以亂用的 因為 這門武術 非常厲害 但是 有一個條件下可以用的 就是對年紀大的人 給他大的人 向他出手的時候 就用來自衛用 扯開一點點話題 好像 日本的漫畫 很喜歡把親子關係都寫成這樣 譬如 小新和他爺爺 又是很像這裏 就是 爹地媽媽就管得比較嚴 但是 和爺爺的關係 就會比較 寬裕 和 就是夾一些 孫子很喜歡黏著爺爺玩 那我印象之中 也不止 譬如 小丸子也是這樣 小丸子和爺爺 是特別fans 實際上是一對上升的媽寶 對 透過若剛媽媽 其實是隔代的親子關係 會比上一代好 就是因為 有這種關係 加上 他爸爸 還有他媽媽 很傳統典型的母親性格 希望兒子能夠 努力讀書 將來就出人頭地 在社會上 做一個正常人 很反對的事情 就是 老爺 教了孫子 這些事情 終於是闖禍 因為打架 就要見家長 但是在那個過程中 就算是 給權宜 自己去學習 怎樣去好好利用自己 學了這門的武藝 不可以隨便出手 而 而 令到他更加 權宜自己 跟家人的分歧更加大 更加親父親 那 變成 爺爺覺得 需要再深入一點去教導他 也不想家嫂太難做 做了一些類似特集訓的事情 令到權宜 再對這個武術系 進一步的認識 學到一種叫武德的修為 不過 故事繼續發展下去 就開始 古靈精怪 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 怎樣說呢 主角 或者是作為一個小學生 其實那時候 是小孩子 可以說走就走 地鄉別井 全部都可以的 那 我就覺得 這裡好像有些神怪 故事 這樣發展下去 當然 我不知道八十年代是不是可以這樣 他走的時候是初中 還是中學生 他已經中學 但是也是初中生 我想 從田農志 他把自己小時候 可能是五六十年代 的故事 在八十年代 寫出來 就令到大家覺得 嘩 會離譜了一點點 嗯 但是 在描寫這個過程 就是權宜 真的向他爺爺學 爺爺也跟他約八三章 要需要 真的可以收徒弟 要嚴格地教導他 就令到權宜日後 長大了 上到中學 或者遇到其他 武術流派的朋友 就有一個很正面的態度 不是一開始就覺得 我跟我爺爺學了一門很強的武術 我要打低你 就變得很 可能大家會覺得很老套 不斷地以武會友 那 就在頭 大半的故事 都是 講權宜 怎樣 和不同的 武術朋友 去交流 大家再互相成長 一個很 青年熱血的故事 而 當 權宜上中學之前 他爺爺 就作出一個決定 就是要 去大陸 就想找回他 當年那些恩人 教的權法 那幫村民 這樣 但是一去 就失去音訊幾年 突然之間 就變成尋找他鄉的故事 我想那時候可能沒有IDD 有 但是很貴 如果80年代未 那時候大陸可能打不到出來 還有他那時候也是 臨走 就是剛剛打完仗 大家都沒有留什麼通訊方法 他去到也是要找的 對 他真的打算靠記憶去那裏 找回這班老朋友 到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年代 又不可以上網搜尋一下爺爺 去到哪裏 還沒到那個年代 那 去了之後 音訊全部幾年 權宜就很擔心 在過程之中 他在上到中學 他都 用他的武術 進了一間 叫做 Band 5學校 現在叫做Band 3學校那些 那些雞校 然後就在裡面 又是用武術 結交了不同的朋友 又是感化了很多不良少年 甚至乎那些 有黑社會背景的人 都能夠因為他對武術的正直的心態 大家能夠成為朋友 那到某一段時間 權宜覺得自己真的 大過了 有能力去找個爺爺 他就希望能夠踏上這個路途 去大陸究竟 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你看看 他可以靠這個武術 這個武德 去跟這個黑社會做到朋友 我覺得不是很適合的 你這個說法 他主要是 是混了黑社會頭目的女兒 所以整班黑社會都逼著跟他做朋友 可以算是這套作品的女主角 阿禎 也不算 因為我找不到另一個 能夠代入到這個身份的人 一定要女主角的 一部漫畫不一定要有女主角 男主角配對 還不是女主角 女配角也可以配對 其實如果你說 阿禎 因為阿禎 只要出了日本之後 已經沒有阿禎的氣氛 而這套漫畫 我想有一半 有一半的蝙蝠 是不在日本發生的 所以阿禎 你要勉強排名的 應該是女主角的 女角上的氣氛是最高的 但是 這套漫畫 整套就比較 男性主義 沒有描寫女性的 阿禎其實本身 都不算是 家庭不算是黑社會 不過都是江湖行走的人士 本身已經算是比較 男性主角的性格 但是他都比拳儀 這種金率直 好像是商會的主席 廟會擺路邊攤 要有勢力的人才能擺 那些什麼制製的主辦人 就是這樣被拳儀的性格吸引 大家成為好朋友 有時候捲入了他們的邦會鬥爭 主要一起打架 我覺得 其實都是透過 他中間都學了很多事情 在這裡面 譬如 怎樣學會這個 叫做 怎樣學會這個 叫做 以一敵八 都是在這些環境上學回來的 嗯 另外 他上到中學的時候 又被屈 加入這個拳擊部 就是 他都很虛心地 啊 我進入這個拳擊部 就學拳擊的方法 他不會 他當初想著 用自己學了一個八的拳去打 但是發覺是完全不合理的 那這裡又是另外一些故事 就是 講他用本身 已經帶有一種 武術修圍的身份 去接觸另外一些 的 格鬥技 那這個過程都是幾有趣的 令大家感覺到 原來不同類型的格鬥技 都有他自己的規則 那個長處 那到之後 真是 那個重點就是 權宜決定 趁暑假 因為之前發生的事情 要停學 嗯 嗯 那再扯上暑假 就用那段時間 即工夫旋風儀 某程度都知道 又停學 那 想著就用那段時間去大陸 找他爺爺 但是 過程呢 就先要 經過台灣先 再踏路去香港 然後才去大陸 那時候的大陸應該是這樣 因為沒有三通 你一定要 全香港才能走過去 那時候 我剛剛介紹這套書 給大家看的時候 冰司就覺得 有一道很不合理 就是他 權宜就搭船去台灣過程 好像走路那樣的款 然後就 然後他就 冰司就覺得 哇 這麼奇怪 那些人 撞到那些人 都是學了武術的 因為權宜在船上 撞到那位水手 原來又是學到武術的 即是 本書講到好像 全世界個個都是武術家 那都正常的 所謂物以類罪 日本人是這樣以為的 即是他一出了日本 看見中國人 看見中國 台灣人 香港人 要麼是武術家 要麼是風水師 還有黑社會 要麼是黑社會 要麼是黑社會 即是外國人以為 全部都是勝利 全部都是李小龍的後代 總是打得兩手 哦 譬如有些人的印象 都是黑鬼 就特別粗 一隻腳 我以為是條頸 都是的 那麼 在這裡補充一下 技術的問題 有聽眾說聽不到 但是呢 我們這邊 或者是 店舖的 即是咖啡店 上網聽 都是connect得到的 試一下 轉用real player 好嗎 那就是MP3 即是聽到 我們這邊的 showcast 寫出去 都是正常的 咦 人家聽不到 為何聽不到你這段說話 我就是跟聽到的人說 然後去敲隔門 即是跟隔門說 喂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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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的 講完權宜 那之後 其實去到 如果大家可能聽不到 其實今天不知道我是誰 其實我今天是曾任權宜 哈哈 哈哈哈哈 那麼去到台灣那裡 就有一段幾場的故事來的 其實這個就是 應該是作者 從田同志自己 一段 幾深刻的經歷 就是在那邊拜師 那麼他因為權宜 本身自己學過八極拳 那麼他當然又會 黏著那一派的人 即是在 不同的人引戰 介紹之下 終於就 接觸到一位 在台灣的八極拳宗師 就是在作品裡面叫 蘇昆倫 我想說那位 劉悅俠的徒弟 劉悅俠的徒弟 蘇昆倫就是 在台灣那邊 享負盛名的 螳螂拳高手 也有跟劉悅俠大師傅 學這個八極拳 其實這個劉悅俠 不是蘇昆倫 在現實世界 正正就是 從田的師傅 蘇玉張 蘇玉張的化身 如果大家只要在網上打蘇玉張這三個字 就相信找到大量他的新聞 我們就不說他的親人那些方面 先說一下故事 蘇昆倫本身就是一個五矮身材 但是行事比較風趣幽默的個性 跟權宇很合得來 亦都主動教了他很多 關於螳螂拳 或者是不同的對敵方法 一些武術的理論 那一段其實都很像是 一個對武術沒有什麼認識的人 能夠在這段故事裡 去了解中國武術的不同體系 他甚至乎有一些 比如蘇昆倫那些徒弟 跟權宇一起練拳的時候 他的構圖是 我覺得好像一些 中國傳統武學的權譜 秘笈那些 雙手應該怎麼擺 揚上去 下一招怎麼出 整個套路 他在漫畫完全表達出來 在這個尋找爺爺的故事裡面 權宇就一直向前找 由河北的滄州 一直找到河南的松山 笑臨子 這個之後那段故事 想要介紹一點點 劉月俠 哎呀 我們在看直播有很多人 難怪今天不聽我們動輝 在看《時帝時後》 算了那些做出來的 不可以這樣說 你對TVB 你對這些CCTV 實在偏見太大了 去年 去年那些得獎都經意令人救病 好我們改做廣劇廢物 哈哈哈哈 你繼續 權宜終於見到這位武術 八卷拳的宗師 就是當年 響父姓名 劉月俠 對了 原來劉月俠 年輕的時候 做過中國特務 簡直是中國的007 很多經歷 他穿草過去 我想問他 還有在那裏介紹 其實原來當年 溝兒身邊的護衛 都是用八極拳的 拳而就 在這些過程之中 知道原來自己 學那套東西 這麼厲害 比想像中更厲害 可惜都滴不過一塊水 人仔 還有一條煙 哈哈哈哈 一包也洗過一條嗎 睡的嘛 那段故事上 他就 拳而再進一步 就是 又透過 劉月俠 蘇師傅 把自己八極拳 蘇師傅 蘇文峰 我以為蘇師王 哈哈 就把自己八極拳的 功力 再提到深的一個層次 但他是真的訓練 他不是現在 我們常常看那些 廣漫 怎樣吸引人的功力 用什麼旁門左道 扯好他跟吸功的分別 每個人都教他 他都要練的 他都要修煉 和自己靈 這一段其實 我覺得 多小是從田農智想表達 在中國的武術界 大家是像一個大家庭 那樣的 譬如我們一般平民的 過年就可能送一下餅 給一封利是 他們學武術那些 送到武功嗎 不是的 但是他中間又說到 每個人都很秘密 他去到大陸之後 這個也是大陸那裡的問題 跟台灣有些不同 我覺得是不同門派 就是門活之見 有些是 一定有的 自己人本身 他們就可以互相切磋 互相教授一些 但是你一去到 如果是 涉及這個門派 不一樣 那就是很秘密 我看這套書的感覺 尤其是 當故事發展到 去大陸的時候 會更多這些表達 大家要收起來 好像做些什麼 不見得光的事 等於歐洲那些 女巫 被人知道之後 殺生之母 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關不關 背景的事 我覺得那個時代 中國可能真的是這樣 有的 因為他 我們跳了不講香港 我回應了你 關於大陸那裡 武學的問題 因為之前大陸文化大革命 其中很多學武的人 是被批鬥的對象 甚至乎現在 少林之究竟有幾多 是真正的憎人 或者是救渡行 都為人所救病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大陸的網民自己講的 然後在台灣這裡 學完一輪 結識了那麼多同門派的朋友 師兄師叔師侄 那類之後 就向香港出發 始終要經香港回大陸 那段故事 其實就給我感覺 好像某些港產片 講個人來到香港 他一來 香港永遠只有一個地方 叫九龍城寨 他就在那裡 聯絡一些黑道中人 然後幫他搏腳 我印象之中 我以前聽到九龍城寨 不是那麼恐怖 沒有人一聽到 嘩 嘩 不敢再提了 不要再提了 沒有這樣 我在長輩那裡 聽回來 他們永遠說九龍城寨 嘩 那些東西很便宜 不是很好吃 但是很危險 這電視 等於以前 雷樂時代 那些西環 那些地方 都是周圍黑社會 都是周圍打劫 但是那裡是旅遊區 基本上 你去那裡就去 那裡是很多黑社會 很多城寨 不是恐怖 香港人身份人知道 九龍城寨就是 龍城混雜 三不管理大 那一定是危險 但是 你不知道其實那裡的危險 只不過 那裡 不是那麼容易受法律去保障 不過其實是一個很豪華的地方 還有再加上 他以為香港 中國人只有黑社會 風水師 還有權法家 所以 集中了九龍城寨 而且沒有人管他們 所以便很亂 九龍城寨這段故事 除了他需要找人搏腳 找黑社會 大陸 搜集情報 準備回大陸 找東西之外 他們也說了另外一個 日本人對香港人很重的看法 就是 武術界電影 龍虎武師 這班人 劉家良師傅也是在那裡出現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那個就是劉家良師傅 導演 權宜就在香港那段時間 結識了一群香港朋友 其中有幾位 都希望透過自己學武之後 然後能夠 憑這個武術 進軍香港的電影界 成龍 成龍 成龍、金寶 那一群 過程中 他又了解到 香港人 對武術的運用 或者在拍片的時候 用到武術 又增加了自己的根底 其實都是一個 武學的旅遊雜誌 成本權宜 在那裡 終於找到 去找他爺爺的路 正式向大陸出發 而 找他爺爺的目標 就是這個 少林寺 不是 一開始去倉州 先去倉州 先去倉州找爺爺 因爺爺爺就是在倉州 被班恩人救了 就被倉井空 夾走了 夾走了 那段故事 因爲我自己 就真的未去過倉州 這個地方 純粹靠他 去講 有些就見到他 完全是臨無當地 一些實況的照片 八八年的作品 應該改革開放了 八八年的作品 他寫的 不一定是八八年 可能寫八零年 他就沒有明確去講 但是感覺上 就像是七十年代的 中國大陸 因爲他們講到 之前 文革對他們的影響 還存在 當地 被稱為倉州 是這個武術之鄉 但是他就不是很 有練武的人 而且文革的陰影 還是很重 對 那個影響 到後來 原來有些照顧他 收留他 那些縮縮伯伯伯 原來又是武林高手 都是收收埋懷 武林高手過 我也是武林高手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四位不是中國人 小心點 有些政治不正確 如果用這個概念 我們用權義的角度 美國人以為日本一定是忍者 或者武士一樣 所以一定要切福 以及要找這個惡袋官 哈哈哈 幾經轉接 原來他爺爺的經驗不在那裡 然後 轉為 收到消息 就是去了少林寺 然後去那裡找他 但是 因為 要找他 爺爺失蹤 原來就被另外一班人 禁錮了 他爺爺 耳母會友 這是他收到的消息 比野叉 那邊 是 那 就 講到其實 中國大陸還是 有點像現在 講完 明明是一個現代故事 但是 你發覺 很古代的武林江湖的格局 那些人可以隨便 這樣 組黨結社 什麼 回族 什麼 的 百極權 這邊 那邊 那邊 隨便可以打死人 不需要受這個法律制裁 那 那 最後 發現 爺爺 最後的線索就是 要去少林找他 而少林 就被一班 叫夜叉的人 去佔據 迫著 連同當地的武術鄉民 攻上去 去救爺爺 好 Mario Daisy公主 就是整個故事 任何的情節 或者權宜的遭遇 都完全是武俠那些邏輯思維 對 但是基本上那個主要框架 你又可以想起 瑪利奧就可以了 那麼他頂 那些磚 頂到一套功夫出來 哈哈 他整套都是像武術 一個介紹武術的節目 這樣 我也覺得很正常 正如 你不會期待 韜韜會帶你 會帶你去玩迪士尼 你在電視上 看到食神 韜韜一定是 打算帶你去吃東西 當然 韜韜也坐不到那些 那些Mand Mountain的車裡面 怎會帶你去迪士尼 但是任何情節都 充滿著這些武俠的元素 就算是 可能他 他在中國大陸遇到很多 對他好好的友善的公公婆婆 就是 一般人可能 最後就是 送些 我們看電影 覺得 臨美可能送些食物給你上路 他又不是的 那些白白 都是臨美教他一套拳 這樣 那都是 我覺得他很幸運 選擇好的就是 因為 他設計這是一個初中生 那年輕人 那個 比大家的那個 反感 就沒有那麼大 那所以呢 現在就 大家對他都會相對地比較客氣 如果你說 譬如 每日狼 唐祖誓 這些 謀利 你回去 現在被人打兩旺再說話 那些公公八百 就用那套拳法去對付我們 不是教我們 你自己身領 先領悔一次 死不去的就好會領悟這招 那整個故事 可以算是一個現代版的冒險故事 那 過程之中 真的挺引人入勝的 除非你要挑剔他的時代背景 那個問題 故事 故事 是否這麼引人入勝 我又覺得 有相確的餘地 有相確的餘地 不過我們等第二節 我們再慢慢討論 好嗎 那這一節 故事就先講到這麼多 通常你講故事都是一節的 漫長的故事簡介之後 我們下節回來 休息一會 待會再聊一下 再說字幕再結束 請問多久 餒 2枚 2枚